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小林画的第二个神笔立体画 叫什么名字呢 大家别忘了留言告诉我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林 今天呢 小林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神奇的玩具了 它就是 巴拉拉小魔仙的神笔立体画 好了 现在呢 小林已经把东西都拿出来了 这里面呢 有四本画册 分别呢 是小兰篇 然后呢 美琪篇 还有呢 美雪篇和贝贝篇 一共呢 有四个画册 然后呢 还有就是我们画立体画的笔了 好了 现在呢 小林就要开始图这个巴拉拉小魔仙的神笔立体画了 然后呢 我们先选择了美琪篇 然后这个册子里面呢 有很多画 你可以看 你看这里都有写哦 彩虹星石之美琪 然后呢 还有各种美琪的造型 这边还有奇迹舞步之美琪 然后前面呢 还有 你看这个 这个是美琪的变身器 我记得还有 对 没错 还有我们的花生 对 现在呢 小林就要开始选择我要画什么画呢 我要涂哪一个呢 我们就涂这个吧 彩虹星石之美琪 好 那我现在要开始涂了 我们的美琪呢 基本上都是蓝色黄色白色 还有一点点粉色对不对 好 现在开始涂了 这个地方呢 它的蓝色因为没有浅蓝跟深蓝的区别 所以 嗯 浅蓝的部分我就画浅一点好了 深蓝的部分就使劲涂一下 蝴蝶结 然后头发呢 是深蓝色我们的美琪 好 现在呢 我要给它涂一下这个地方了 我用粉色的涂 然后呢 边边上呢 又是蓝色的 因为我们美琪的主打色就是蓝色 就可以涂得浅一点点 好 那现在我要黄色的涂一下 给它点缀一下 诶 这边蝴蝶结 我可以涂 可以涂黄色的 只要我们美琪呢 大概是蓝色的就可以了 小细节我就自己发挥了 好了 现在呢 我们的美琪基本上已经涂好了 这旁边还有个Happy Day 我再来涂一下 不知道这个到时候立体化 会不会形成呢 我用粉色的涂好了 好了 下面呢 这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我已经呢 事先下好了这个APP 然后呢 现在呢 就来看一下 会不会形成立体化呢 好 现在呢 把手机对准这个画 然后呢 扫描它 啊 先要定位画册 我这个是巴拉拉小模仙第二册 好 确定 要事先下好 好了 现在看可不可以了 哦 哦 开始了 哇 哦 真的跳起来了 哇 而且这样左右移动的话 它也会移全 后 全 后 我们刚刚呢 已经看到了彩虹新时之美琪的这个立体化 对不对 是不是非常生气呢 现在呢 小玲再来画一个 我们美琪的变身器 看看这个立体化又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呢 好 首先呢 还是要先来涂色 如果不涂色的话 小玲刚刚试了一下 也可以拿它扫 但是扫出来的话就是白的 就没有颜色 就很难看 所以现在我要来涂颜色了 好了 现在呢 我美琪的这个变身器 我也涂色完毕了 接下来呢 又要来看一下立体化的效果了 哇 好激动 我觉得这个立体化好棒啊 看一下 哇 哇 这个变身器卷 哇 好漂亮 哇 好漂亮 好了 好了 刚刚呢 这个美琪片呢 我们已经涂色两个了 现在呢 小玲再来涂一个美雪片吧 粉色的娃娃 我们来选一下 又有彩虹星石之美雪 奇迹舞步之美雪 小卷 还有它的变身器 月音提琴 魔法棒 梦幻旋律 哇 我觉得都好漂亮哦 还有Q版的 好可爱 娃娃美雪 还有魔仙台美雪 哦 那我们就选一个 梦幻旋律之美雪好了 好 现在我要开始涂了 好了 现在呢 小玲的梦幻旋律之美雪 也已经全部涂好了 好 现在呢 我们又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哦 开始了 哇 在草坪上 巴拉拉能量 乌卡拉卡 小魔仙变身 小魔仙变身 哇 古拉多 魔仙闪光 哇 好神奇 好了 今天呢 小玲的巴拉拉之神笔 立体画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怎么样 大家看的还有趣吗 喜欢我的话 千万不要忘了订阅我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 乌多多路 魔仙飞花 好有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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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